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好生活的听众朋友 我是王德丽 我来自台湾 去年结束了北京的工作 离京前的空档 刚好有一部电影上了 叫做我看我的祖国 冬奇升起的那一刻 我突然热血沸腾 原因是我看到注视着红旗的那几个种种的目光 是对祖国国旗的热爱 在台湾离开学校以后 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目光了 本来不是就应该这样吗 即使我在台湾出生 但我知道这就是中国人 我在台湾出生 那我都没有参与过这七个故事的这个时代背景跟这些内容 但因为我身为中国人 所以我有那种与有荣誉的那种感动 那种情同守福的那种感动 其实说起来有点可笑 应该是说 大多数的台湾人对自己的这两个字是没有太大的感觉的 但是看完这个电影 我忽然坚决告 祖国这两个字是有很深远的意义的 它不是只是代表我从哪里来 这两个字甚至展现了我们疆域的长度 还有历史的深度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的国家 能用这样的两个字来称赐自己的国家 所以我说 我和我两个字一样 台湾人也一样 一刻都不能分割 也不应该分割 在我那个时候 其实是最困难的时候 最低潮的时候 不断的给我鼓励 还帮我支付这个看护的费用 一些等等的这个部分 真的是让我银记在心 这里我要特别的提到就是 为我做手术的这位王医师 他真的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的医师 医疗的专业更不用说了 因为刚好妈妈在我之前 在台湾也做了那个胰胀的手术 但是我这次自己做手术 很明显的有些对 大陆的这个同胞 就是这个王医师 都是一个很真挚 很淳朴的这样的一个 为人服务的情感 真的真的是好感动 我好喜欢这个地方 我很想透过视频去传递 我在大陆的生活状态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制作了影片 用我自己的视角 用我的语言 发在台湾的你的媒体上 让他们都能够看到 我在这边每天生活的现实是这样的 爸爸妈妈最遗憾的 其实就是他们生前 都没有大家看到两岸的同意 我很希望 而且我能够看到 所以我会用我自己一个平民的力量 来增进两岸的了解 去缩短一些认知上的差异 虽然这是很微薄的力量 但是我仍然很希望能贡献这一点力量 来促成祖国 能够尽到他们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